中文字幕——YK 闪耀的文化瑰宝 斗玉村海拔三千米 雨水充沛 气候宜人 斗玉村的建设完全按照洛巴族的民居风格来进行打造 层底错落的两层小楼压制清新 屋顶上覆盖着香叶之中独有的茅草 顺势铺旧 颇有回归乡野的自然之感 然而 这些交错搭建的茅草并非来自山野 而是用铜片模仿制作而成 堪称一局 斗玉村的村民几乎都是洛巴族 今年六十一岁的加油就是这里土生土长的洛巴原住民 在生产劳作之余 它还拥有一项其他族人所不具备的技能 制作洛巴服饰 加油已经记不清楚 制作洛巴服饰的手艺穿到他这一带已经穿了多久 只记得从小就跟随父辈们学习技艺 由于受到气候和条件的限制 洛巴男子一般都裸露上身 即使穿衣服也只穿简单的无领无袖无扣的短上衣 所以洛巴服饰当中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要纺织出一块适合的布料用于包裹在身上 纺织布匹的原材料来自于牛毛和羊毛 两种天然的原材料一黑一白 用它们纺织出来的布匹黑白相间浑然天成 加油使用的还是原始的纺织技法 几根简单的木条 一头固定在墙壁上 另一头固定在自己身上 经线尾线通过木条和圆筒来转换衔接 虽然这种纺织技法在速度上没有机械织机来得快 但是它却仅靠几根木条就完成了机械织机的全部工作 充分体现出了洛巴族祖辈的聪明才智 多美和穷达跟随加油学习洛巴服饰的制作已有好几个年头了 每当在服饰制作中遇到了难题 他们都会来向老师请教 洛巴族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 文化的传承只能依靠言传身教 师父教徒弟一代一代往下传承 而在岛屿村像加油这样带徒弟的还不止他一个人 四十四岁的刺他也带了两个徒弟 刺且和易西跟他学习制作洛巴服饰 洛巴服饰中除了布匹的纺织 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就是配饰 在衣服上缝制各色的花纹 将小铜铃串起来做成腰带 每一个步骤就是在这样的重复中得到了传承和发扬 洛巴女子特别喜欢佩戴五颜六色的象猪 盛装女子的脖颈上 由十代十几串到几十串珠子 再加上手镯 耳环 铜铃 小刀 火帘 海背等 多达数公斤重的事物几乎可以装满一个竹背框 而这些绚丽的配饰也将洛巴女子的灵动与秀美 展现得临丽尽致 洛巴男子的服饰除了随身佩戴的彩珠 海背 瘦牙等